一次性100令吉的 昌明电子红包 将在下个星期 开放登记申领程序 所有21岁级以上 年收入低于10万令吉的本地人 都符合申请资格 首相杜斯利安华指出 政府拨款11令吉 落实的昌明电子红包措施 预计将造福1000万国人 另外首相也宣布 电动摩托车推广使用计划 将在下个月开放 让民众申请 年收入低于12万令吉的国人 购买电动摩托车 可以享有2400令吉的回扣 政府也欢迎国能 特斯拉 马来西亚等公司 注资超过1亿7千万令吉 已安装180个电动车充电站 为了推行国家能源 转型路线图 政府拨出20亿令吉 给国家能源转型促建基金 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